大家好,我是桑迪,那我又回来了,在经历了两周这样漫长的等待,大家又等来了我的课程,这个非常,首先向大家说一句不好意思啊,那这次这两周的话,我在新疆给新疆广电讲课,那讲了整个的底层的,从底层到上层这样一串全部给它关联开,所以整个备课的话,备课的时间花的比较多,就没有经历更新这个课程。 但另外,但是这是,但现在的话,我们会继续更新,同时我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从这周开始,我们在我们的底层课程,我引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位老师,那么这位老师他的底层经验比我还丰富,而且讲课经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也就是说,从这周开始,为了加快我们课程的进度呢,我们打算双线成前景。 一方面,我来讲ARM体系结构,那么这位老师一方面来开始讲我们的bootloader,那么这块内容是配合前进的,那么到后面他开始讲,他开始讲我们的这个kernel这一块的时候,我又开始讲kernel与ARM这个上层之间的这些关系, 这样子,并且我会去准备案例,会去准备我们的项目,那么这样的双线并行的话,我们的进度就会非常快,可能以后每周都会更新,接近十个小时这个样子,都会更新接近十个小时, 所以,那么在这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在这个周末就会放出一部,第一个他的这个视频,那么到时候大家也多给一些意见,我也会跟大家多多交流,希望得到大家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反馈啊, 因为我们的质量还是最首要的,也正因为质量最首要的,所以ARM体系结构,包括从今天开始讲的这个ARM详细的这个体系结构,我会跟大家讲的非常详细,跟市面上的很多的课程都不太一样啊,都不太一样,还是那句话,我们重在思路,重在思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的课程,在开始课程之前,我想讲一下我这次在新疆的这样的, 一个讲课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后面课程学习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次在新疆我讲了八天的课,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在新疆的讲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给他们讲课的这样的一个大纲,大概就包括了,我是给新疆广电,他们要上Android的机顶盒啊,包括这次他们,他们采购了一些机顶盒,联想的啊,茁壮,联想的啊,茁壮,联想的外包团队, 茁壮的外包团队,都在他们那个地方驻厂开发,那他们的新疆是基于ARM,ARM Cortex A9的啊,A9的,那么当时就在这边做,做了时候,我就给广电的他们的研发中心去培训一下,怎么样用Android的来做这个数字机顶盒,要注意的这些事项, 那么基本上这个,我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讲的,就是研发机顶盒的这样一些过程,还有团队结构,还有就是Android的系统移植的基础,就包括了搭建我们的交叉编译环境啊,搭建我们交叉编译环境,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包括bootloader啊,bootloader啊, 然后kernel啊,roam啊,相关那些内容,还有就是freemark的定制,以及我们的影音的解决方案,网络协议和多媒体协议,流媒体协议,还讲了一下Android的多媒体的核心OpenCore,其实现在已经不用OpenCore了哈,用stage flight,用stage flight了,然后又简单讲了一下UML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时间安排上,我大概是这样子来讲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这八天是怎么过来的啊, 那么第一天就简单讲了一下,这个广电的这些环境啊,拿了一些开发板给他们用啊,第二天就开始讲了Linux的一些东西,包括了Gnu的开发环境的这样一些搭建,还有电器元件,ARM的基本的一些指令和ARM的汇编,这个也是我们马上就要学到的ARM的一些体系结构的东西,那么第三天,当然他们那个讲肯定他们课堂上是吸收不了的,因为那个讲那么快,对吧,那么第三天,第四天就开始进入到我们bootloader, 我就讲了一下Uboot,包括Uboot的圆满分析啊,目录结构啊,工作过程啊,还有它的启动过程啊,还有Uboot的编译啊,Uboot的移植怎么去修改,修改它的启动啊,修改它的启动界面啊,然后再编译,再跑到我们的开发板上面,那由于Tiny210它本身是不开源的,它有很多代码,所以呢,我想了不少的办法,想了不少的办法,那么然后就开始讲内核, 因为有启动了,当然就有内核了,那么 那么,之后第五天,我们就讲内核模块,那内核模块驱动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内核模块,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些内核模块啊,简单的内核模块啊,还写了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驱动,那么这里头的驱动演练呢,我就是以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字符设备驱动来做了一个演练, 然后之后又讲了一下NDK,NDK的和GNI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讲了Famework的定制和编译,讲了它的流媒体库和相关的一些优化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内容,那么这就是这样一天啊,这几天的过程,那么这几天的话,我把它画一个图,我就认为可以纵横两个方向,大家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先是学片上系统,片上系统完了过后,我们就开始要引导启动了, Boot,我们就要Bootloader了,对不对,然后Bootloader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到到我们的哪呢,就到就要到我们的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它就分好几层,对不对,下面是内核,上面是用户,user,那么操作系统首先我们就要研究它的kernel,研究kernel的过程呢,我们又要去研究什么呢,又要去研究它的内核模块,包括驱动driver啊,这些这些的开发,那当然有兴趣,还要研究别人, 像我们的进程管理啊,就以前我们都讲过的,对不对,我们没有详细分析它内核,但以后要去分析,然后除了这些,我们还要讲解一下,它是上面的一些系统层啊,包括我们怎么去制作这样的一些根文件系统,对不对,我们制作一些文件系统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些过程, 然后在上面我们去修改相应的framework啊,我们来编roam啊,这些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从左往右,然后再从下往上,这个也就是我们以后学习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现在我们 只不过还是比较初级的,我们还在学arm体系,和马上要开始去讲我们的这个bootloader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些过程,而这些过程,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路,知道我们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线来进行学习的,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在那几天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这样子我才可以说,回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告诉大家为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的arm体系结构,我打算这样的来跟大家讲,好,那现在回到我们的今天的内容, 那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从这个stage,就是第三阶段的这个layson3开始,我们就是讲我们的arm的体系结构了,这个应该叫A系列的 叫体系结构,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我现在不给他单一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课程目标,我待会会讲我们这个学习,这一段 要学习的arm内容的大纲,那么结合那一大纲,大家来去思考,我们要掌握哪些的内容,因为这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多的,而且这部分的内容非常偏理性,要把它讲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尽可能的告诉大家一些思路,而且我会指导大家来进行学习, 好,那么大家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大家肯定会,有的朋友可能也去听过网上的一些 视频也去看过一些课程,也呢,查过一些内容,包括我们有些学生是从华清远见啊,培训过了来参加的,那么你们是当时在看这些课程的时候,网上 你们还记得吗,是不是一般一上来就会这样子来讲,讲什么呢,讲我们的寄存器,讲arm的寄存器,讲模式,讲指令集,然后就开始讲汇编,对不对,基本上就是,然后大不了再来一个C元和汇编混合编程,这样子讲完了,我们基本上这个阶段就算是讲完了,但是这个阶段,但是我给大家讲的话,我不愿意这样讲,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学生给我反应啊,就有朋友给我反应,说说,就是听完了这样的一些课程,它还是一头雾水,而且这部分理论性特别强,还要被那些汇编指令啊,什么的,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学习,对不对,所以呢,我重在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它,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它,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整个体系,都还是基于冯诺一曼的这样一个结构体系,那么冯诺一曼体系,我们再来说,它无非就是由什么CPU啊,存储器啊,memory啊,CPU,存储器,外设,还有我们的总线所构成,那么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嵌入式设备里面,在单片机里面,它就整成, 一个高度集成为一个芯片了,而在我们嵌入式里面,我们称为一个片上系统,SOC,啊,就System on Chip,啊,这个很容易去理解啊,大家以后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缩写啊,什么的,你去查一下它的全称,就方便你的这样一个记忆啊,那么它也是高度集成的,只不过它不把外设集,集成这些东西,集成到里面,它可能就把CPU啊,还有一些一部分的片上存储系统啊,也设备, 也纯属集成到里面了,而且这个也算是高度集成的,就比我们的PCG要高度的多,但是又不如单片机那么夸张啊,又不如单片机那么夸张,那么这个东西呢,那我们就应该要去用它,对不对,包括比方说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时候,全部都是操作系统嘛,对不对,那么操作系统的话,它里面是不是需要用到驱动啊,这些内容,那么驱动是一定是跟我们的硬件设备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驱动无非就是一些中断啊,还 高低电瓶啊,卖冲啊,这些东西打交道,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它跟它是一定是有关系的,那么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研究它呢,就要去研究它,那么 要研究它的哪些方面呢,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哈,然后这是我们那块板,那块芯片 这是我们S5PV210这块芯片啊 这块芯片 那么在这块芯片上面,我们知道CPU,它就是这样子转的,它是这样子一个在分时的这样一个轮循啊,在这样一个轮循,那么这个时候,时不时的它会被打断,要去处理一些任务,要有一个任务给它扔进来,那么这个任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扔进来的呢,一定是一条指令,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是计算机指令嘛,对不对,计算机指令,那么 那么 那么以前的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指令是不是只能是二进制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强大,我们的里已经有片上系统了 既然有片上系统,就涉及到一些指令的解读,甚至于可编程,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用汇编,对不对,后来我们后来就开始用汇编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学习一下 你看哈,就是 我们这个核心CPU 怎么去解释和读取这个指令,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学习一下指令的 包括指令集,就是一大堆的指令,到底有哪些指令和这些指令是怎么去解释的 这是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对吧,就我们RM体系要去学习的 第二 那么它这里面又有会去,它引出来各个管角 这各个管角呢,它又会涉及到各个硬件,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它们之间是不是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连通啊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连通 那么我是不是就应该知道 我们想象一下哈 我还是再画一下 我不好意思啊,我的画画水平太烂了 一画一画就满屏幕就乱了,但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思路你就看得懂的哈 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考虑的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不懂啊 不知道我们要去学哪些内容 但是我们就来猜嘛,我们就照常的来猜一下 肯定要学习指令集啦 还有指令集的什么呢 是不是一码工作呀 这怎么去解读它嘛 第二 我们说这是我们那块的芯片 然后这个芯片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管角引出来 就是那个插在那个上面的那些针角 对吧 那么这个每个管角引出来之后 它肯定会连到一些外设 对不对 会连到一些设备 管它是什么样的设备呢 反正是片外的 然后连到这些设备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传输指令啊 还有操作啊 控制啊 它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通道 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些总线啊 或者什么的 我们先不管它嘛 反正就是一根线 就是我们电路板上面那一条一条的这样一个金属丝啊 然后连上了之后呢 我们要用它的方式 我们通过一个指令 我们说指令我们已经会解读了 那么我们要通过指令去控制那些硬件 我们是怎么样来控制的呢 大家想象一下 有的人说了 哎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什么 我们的01代码 对不对 我们01代码又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高低电频的这样一个脉冲嘛 当然是不规则的哈 不规则的 就是高低电频的这样一个脉冲 这个我之前说了 但是从我们编程的角度 你能去操作这个什么高低电频吗 你编程给它一个3.3伏吗 难道 当然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通过什么来做的呀 我们是不是 我们说了 我们编程实际上操作来操作去 是不是操作的都是存储单元 大家想象一下 包括你以前 你生命一个变量 这是不是就是在内存里面 开辟一个空间嘛 就是我们操作来操作去 包括你设定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向哪个地方 指向哪个地址 我们是不是都在操作一个存储单元 那么这个存储单元就有各种各类 各种各样的 有片内的存储单元 有片外的存储单元 又有内存 又有外存 等等等等 然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了 反正 正好我们这一块 我们芯片上面 是不是有寄存器呀 是不是有寄存器呀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是通过这种寄存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可以来处理很多跟它管角相连的这些工作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研究它的这个寄存器 存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呢 我们又怎么去操作这些寄存器呢 我们怎么去操作这个寄存器呢 你说好啊 我写 我会加外圆 我会C圆 我会C++ 但是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时候操作系统都没有 我们直接去操作它 直接操作片内资源 直接去操作片内的寄存器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写个C圆 它认吗 它肯定不认呢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连操作系统都没有 我们说我们C圆能够认 还有我们那些C圆的那些类裤 是不是依赖了我们之前 包括LevSea 还有包括我们Gnu的这些编译器 这样那些GCC的环境 还有我们LevSea的这样一些类裤环境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单纯的从芯片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不是不认的 那不认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就找它认的呗 那么ARM肯定有它认的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ARM会编 对不对 ARM会编 说白的就是语言嘛 我们来操作寄存器的语言嘛 会编 好 那么还没有完 那么除了这个这个之外啊 除了这一块之外呢 那么它是不是还会有一些 包括我们后面会说到的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呢 会有一些在操作过程中 因为我们空间太小了 它会涉及到的一些虚拟啊 或者是一些缓存机制 对不对 那么包括我们在买电脑的时候 它会说什么我们CPU啊 或者是具备什么二级缓存啊 二级缓存有多大呀 对不对 对 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还 就它可能还有一个cache机制 就是硬件的cache机制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MMU单元 内存管理单元 就是我们的系统 它本身会支持的 简单的通过一些计算器去管理 太麻烦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去学习一下 一些内存管理单元啊 怎么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内存 就是那么这个内存 就是我们的片外的内存了 就是片外的内存 比方说我们的那个DDR-RAM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DDR-RAM 好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又该学习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又该学习一下 我们说了这个高速公路 但高速公路就这个连接通道 大家想象一下 就拿公路来说 它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级别啊 对不对 我们又知道国道啊 省道啊 高什么高速啊 国标的高速和国际标的高速 对不对 它的行车能力和接口是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去连接网卡的线 和连接USB的线 和连接看口的线 和连接一个小灯泡的线 它可不可能不一样呢 对不对 完全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嘛 那么那么怎么去连呢 怎么去发数据呢 网卡怎么去读和接收数据呢 是不是就会有它的这样一个连接协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去连去学习我们的高速公路 去学习我们的线 大家看一下 就通过这些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 我这都还没有讲完啊 但我们大概的我们就能猜出这么这么多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学 ARM的体系结构了 为什么要去学ARM的体系结构 对不对 好 那么 所以呢 我说了这一块 跟我们后面的内容密不可分 你把ARM体系结构研究清楚了 也就是把硬件的那一块 相关的 特别是寄存器啊 这些内容 给它研究清楚了之后 我们的第一 罗板开发 罗板开发 什么叫罗板开发 就是没有驱动 没有操作系统的 这样 没有操作系统的 这样一个罗板开发 这样的一个开发 直接去控制这样一个硬件 叫罗板开发 那么一个是罗板开发 第二 我们将来写驱动啊 或做什么的 我们包括 做这个bootloader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会 就会非常清晰 因为这些都会跟我们硬件相关 对吧 好 那么 下面 下面